遙控模型機墜落 機首面目全非 半邊機翼毀損 碎片和樹葉散落一地 看它卡在那個樹 我們就在這邊聽 樹那個啪一聲撞到樹的聲音 附近飛手回想當下情況都還心有餘悸 當時民眾疑似操作剛組好的模型機試飛 沒想到飛機升空後突然失控 先擦樟路樹穿越台13線 墜落經國路西側路間 事發在苗栗市河濱公園的模型飛機場 附近地是開闊 沒有高壓電線和民災 一直是遙控飛機的飛航報地 也被交通部民航局挑選為 遙控無人機數科的測驗場地 假日常有遙控飛機玩家聚集 操控模型飛機升空 也常常發生墜機意外 附近居民看到飛機墜毀已經見怪不怪 但這次意外發生在中午時段 居民無睡到一半突然被巨大撞擊 聲響驚醒全都嚇壞了 接著彭志明 王一朝 謝雲甄 苗栗採訪不到